嗯,大家好,我是小张,一个不是环境仔 昨天晚上的话,在这个小宾馆睡了一觉 嗯,充电宝 昨天已经充满了 在这个小宾馆里面睡 睡眠质量是真的不错,现在十点 睡得挺好的 比大帐篷睡得要舒服很多 比他们一般的情形 对,这张车的架子比较老固 对,我们这里来过有些人骑了机器 这个全部断完了 哦,我以前也是断过一辆 是,全部断完了,它用不了了 嗯,刚才的话把车子弄出来了 先去吃个早餐吧,现在上午十点半 嗯,今天天据报说 白天是没有雨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从明天开始就是每天都有雨 你看吧,这个天气 乌鱼密布的感觉很不妙 吃牛奶奶好了 准备去吃个早餐 看到没有,那里有一家 甘肃人开的那个南猪辣面 过去吃一下,昨天来过,味道不错 刚才叫我来给牛肉辣面 刚才叫我来给牛肉辣面 吃一下吧 嗯,一碗牛肉辣面 一碗牛肉辣面 南猪辣面 嗯,那个牛肉片的话 那只有三小片 而且味道的话比较淡吧 昨天吃那个是牛肉炒面 那个味道好一点 那个25,今天这个昨天的话是20块 哇,地球人咖啡车 这个房车不错 那边还是阴气沉沉的 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 现在的话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 刚刚把车落出来了 现在的话准备回去收拾东西 哦,看到今天这个天气搞得我都有点抑郁 真的,我就发下雨啊 看这个形式不太妙 这个位置怎么定位 你看吧,那边还有人 我在干嘛的 哎呀,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是不是 有人在网上看过视频又过来了 怎么感觉会来人啊 完了 先回去收拾东西 东西全在 这地方不容易被别人注意到吗 嗯 现在的话是上午时间的11点54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现在的话准备出发了 哎,说句实在话吧 我挺舍不得这个地方的 真的,我在这里待了三天吧 渡了三天了 这个地方的话是我骑行这么久以来 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录影地 虽然说没有水也没有电 但是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这个地方的话很安静 我估计到前面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地方了 真的 你看吧 这几天下雨水位都上涨了 它这个水高里的水都这么清澈 啊 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镇子了 待了有四天了 哇 哇 今天的话 要骑 又14公里才能到玉浦香啊 那个香的海拔比这里低700米 但我看到 有几单特别夸张的起伏路 我希望是地图的问题啊 真的 不然的话很难搞啊 我靠刚才过了一辆车 它又开到那个水里搞到我全身 我靠湿了很多啊 难搞 我也是浮了 开那么快 你看吧 我裤子都湿掉了 但是等一下的话我平常会干 我前面一辆奔直大距 啊 西藏这边呢 有很多地方 路比较烂 但是有些人开车 好像开赛车一样 哎呀我也是浮了 是不是这里没人管 可能是在内地的话管得太严了 在这里的话发现一下 哎真的浮了 那边的话就暖雾湖了 这个季节的湖景还是可以的 这一段的风景不错 怎么这么多开房车的 而且有很多车都是四川的 哎四川云南的最多了 哎 听说波密那边 每个十几公里就有个空房子 哎 今天的话要到那边去看一看 我靠前面有个检查站 得赶紧停下来 可能要就查一下身份少的 哇靠 这西藏这边怎么也这么多车啊 你看吧 这么这么大一个房车一定 这个房子一定没有倒闭 我昨天露营的那个倒闭了 啊燃雾湖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啊 倒是雪山 这呢 风景下面骑行 还是比较惬意的 哦给大家看看吧 那个地方竟然有个空房子 那个地方就是相当不错的路雨地 就车子的话 还能抬上去 徒步的话可以 看吧 这边的风景怎么样 哇 这边这个村家的话 也是非常的棒哦 哇 龙王宾馆 我现在感受到这边的商业了 真的 这边小宾馆越来越多 哇 骑自行车了 我还以为是骑长途的 啊 现在又开始下雨了 这几天的话 每有一天是不下雨的 奇怪的话确实难搞啊 现在骑行西藏真的天气太糟糕了 这段时间基本上天气都是雨了 感觉现在骑行西藏 确实是不太好骑 今天的话 要到那个林子地区了 应该没有多远 从镇上出来 已经17公里多了 但是 才下降了100米的海滑 你看吧 这个地方有个亭子 巴数欢迎林 这个地方特别不错的露营地 就是附近的 啥都没有我也没买无几 哇给大家看看吧 那边就林子界果然似的 我在长途的话呃 待了半个来月了 因为我在这里磨磨充充的 也是 经常修整啥的 我的话我还不想那么快到那上 林子这边挺好的 这边还修建了 多雨的地方小林子 哇 哇 这里有块石头上面画流化 挺好的 那个姜挺好看的 他这边的话还有涂布的呢 现在到这个玻米了 哎 我发现这个地方一点信号都没有 不能呆不能呆 赶紧下 我靠 这里有牛牛 它挡到 哎 你看这个地面都非常潮湿的 现在下这个雨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靠今天真的没想到 还会下雨哦 我靠 现在四天的雨四五天的雨还在下 哎 这果然一进入林子 这风景马上不一样了 树木茂盛 吃了这么久都没看到可以挡雨的地方 哎 车子先放在这里吧 你看吧 那个地方 是不是雪挺壮观的 云雾缭绕 哎 继续前进吧 手机都快没电了 我等怕 等下又怕 把那个数据线淋坏了 哎 现在的话距离 乡镇还有38公里多 没多远了 哎 因为它这个雨下的不大 所以的话 这样慢慢走 反而不怎么淋雨 你一骑的话 就好像雨下的很大一样 哇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网红沖水的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 但是它这个地方修了一条路 挺贴心的 等它看到过了过去了 这个地方的话相当于免费洗车 去去下坡 赶到箱里 到箱里再看吧 也不知道那库房在箱里前面还是在后面 哇 你看林子这边吧 它树木很高盛 氧气很足 所以在这边的话不容易高反 哇 一幅乡还有35公里 米堆冰川两 35公里长得到箱子 那我还要两个多小时 那边应该是售票处还是干嘛的 林泽厂 太好考察写到什么证 这都是米堆冰川景区 难怪 这地方肯定是有住宿的 虽然是景区的话 也有超市啥的 但是我也到箱里 这地方的话感觉 那个房子怎么是空的 看吧这边房子怎么回事 怎么看都是空的 但是扫门的 进不去 不管了继续往前面走吧 我的餐馆都没看了 哇 前面那个瀑布的话 挺壮观的 那很高 哇 这里有一个老虎嘴 这里也是一个老虎嘴吧 眼里进行 你看吧 那个瀑布多么壮观 哇 起到了这个位置 好像快挺雨的 天气好像有好转的迹象 嗯 车难搭 难搭车 搭车难 那就别搭了 陌生人你好啊 18年9月11号 好少车 车还挺多的 搭车 我也是 13年了这么久 好刺激的一段路 这林芝的话 风景很不错的 其实我就喜欢这种 有升级的风景 真的 那种太萧条 太荒凉的风景 我不太喜欢 现在我找到这个地方风景挺好的 而且的话好像差不多挺雨的 挺不错的 在那个耗里雪山那边啊 我的天呐 你与与临都不要不要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骑到这边又开始飘雨了 现在骑行到这段路又开始下雨了 哎什么情况 那边有个骑行三轮车的 那什么车我看不懂 我两辆自行车组合的 厉害厉害 骑得胜了 这种骑法我第一次看过 对 两辆车组合的 我还以为剩三轮了 那个河边还做那个古老的桥 还好今天路比较好骑 现在雨的话也快停了 看那边吧 森林黄火实不准 林芝这边对于森林黄火很严 这地方的话 在这里就感觉到很舒服 因为这里舒服比较多 车子前方这里吧 你看吧 这里有洞这么好的房子 过去看一下吧 大货是有多的 应该就是这种地方 这是专门修给骑行人人的 能进去可以打开的 你看吧 这边的话还有地方的 第一个地方是什么 第二个地方 当前位置加西 往西方向 下一站流速点34公里 34公里早就不乡镇了 难搞难搞 哎呦 差点摔倒 他这个是专门输给骑行人的 这里面环境比较糟糕 跟这里有烧财的痕迹嘛 那边的话可以搭帐篷 这是专门就是修给骑行的 来露营的这个地方 但是他前面距离下一个是30多公里 越来越远 那是这个林小斌 5月15号我好像在哪看过 那是多少事 这个地方很多人流出过 嗯 刚才我研究了一下 那些个那那种是吧 房子 他都远离乡镇 基本上都远离乡镇 就附近的话不好补给 也不适合长期待 只适合待一天 真的可能接下来几天都有雨 很难搞啊 哎 现在的话距离前面那个震20公里 但是下一个 那个库房子差不多35公里 说明肯定是远离乡镇了 肯定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我发现林芝这边 那种控草地特别多 环境很棒 而且这边风小一点 如果不下雨的话 确实这边很好找露营地 前面还有个景区 中国最大桃花谷84公里 应该是林芝那边吧 距离前面乡 正宏还有10公里 这是一段小爬坡 这个人好熟悉 哎 哈哈 我休止了几天 是的 老是下雨这边 下了四五天一下都没停 因为下雨怕呀 真的 我最怕下雨啊 比翻山还难受 又肉变残着 铲甲火强陷 黄火做的还挺严呢 对 这喇叭都放这里了 马上到地方了 两公里吧好像是 刚才过了个检查站 你不怕休息 这些天的 今天一下子过了两个检查站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的 没有人的话 他这个地方离乡这没多远 挺好 内地有些村子很大的 他这边的话 他这边不管什么都要比内地 要低一级 反正他这个人口就这么多嘛 他这个市区才相当为内地的县城 不要叫 啊 啊 这么凶 这个地方地图是不显示 难怪 这几个人家 不会吧 那地方就叫乡镇 平安饭店 和平饭店 嗯 嗯 这个地方的话 哇 真的烦 一条狗在这里叫 哎 哎 是不是 乡镇是在那里面吧 阿西村 他在那里面住宿的 啊 这里有个超市买点东西 啊 刚刚到超市里面 马尼克村就来 只有这碗 六块钱 这个的话还可以吧 啊 这边的海拔的话 三千二百多米 你看吧 这树木 这个比之前好很多 啊 啊 他怎么越保越偏呢 怎么快出镇 快出乡镇了 那这样一样 要多去住那里了 对那那边位置好吗 这个台阶太高了 肯定 事实在内地北方可以住苹果 哪了 这里一路上我们是四五十 苹果有地方也没住啊 也有啊 四五十是我们两个人 对 你们换句说 哦对就是有关 我现在是三个人出来啊 是一个人到拉萨已经逃掉了 啊 已经跑了 剩下两个人 我现在已经出来二十天 已经过了两万了 二十年两万一年一千 一个人哎 我一个人 那自家的费用还是蛮高的 嗯 这里我之前走了 你们等你们点点 你看看了没有 冲天了吗 一百二十六个省市 人家都不喜欢 他们还几个还在聊天 那个人的话不是老板 是自驾游的 他他那个自驾游的成本挺高的 一天一千 真的一天一千 真的挺高的 比我一天的实力还高很多 哦 我的车放那里 嗯 先准备回去 我还是觉得那个位置最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零雨零多了 我现在头有点闷闷的 你知道的话回去喝一点热汤吗 把这个汗滴出来可能就好一点了 你说没有那么大的冬天还快速不那么多 哦他晚上的话不会关灯吗 给大家看看吧 落脚点倒掉了 把东西拿上去 嗯 我现在的话住进来了 这个房间的话一百块 没办法都是这个价 嗯 我听那个老板娘说 她说昨天晚上堵车等到三点凌晨 马上到了早上六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可能电量不够 嗯 今天晚上发电可能最多到十一点吧 不过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 我还有灯泡 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不知道为什么头昏脑脏了 可能是今天零雨了吧 有点闷 感觉有点灵感冒了 嗯 给大家看看了解吧 这边是厕所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灯打不开呀 这个空间的话也还行吧 这里还有橱柜了 嗯 把放在那里 条件的话还行吧 哎呀 我现在整个人都不舒服啊 真的 我是要下去喝点热汤 逼一逼汗 把这个汗逼出来可能就好一点了 一碗这个牛米线 先吃点热的吧 吃点 要把这个汤都喝完了 应该是有点寒气 整个人装的不好 吃完了 刚刚吃了一碗牛肉米线 给了一点汗出来了 现在的话感觉稍微好一点点 等下的话 去那个床上把这个汗弄干 就会好一点了 今天真的是零雨淋得太久了 还有头部的话走得慢 那个零雨反而淋得不太厉害 我提醒的话 那个水面 他就刮刮刮 往那个淋里面刮 很难受 现在的话 回去休息了 我等下的话可能还要煮一煮面 然后再喝点汤 可能会好一点 现在的话 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点 等下的话还要除一下汗 再喝点汤 要把它烫的话 多排一排 他才会恢复一下进的寒气 现在是晚上起点灯 先烧一点水 煮一个后面吃的 兄弟们开饭了 真的没有什么精神 现在这个天都快黑了 应该这会半个多小时就天黑了 吃一点汤吧 喝一点汤 缓解一下这个受凉 好烫 现在这海拔的话是3200 下涨了700米了 这个海拔的话依然属于高海拔 跟大家说一下吧 其实我的话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天骑行 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骑行 你像是吧 嗯 内地的话很多地方又太热了 你像青藏高原的话凉快 他又容易下雨 你像其他的季节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 骑行 最近的状态一直不太好 今天的话真的 看来还是不该不该出发 但是你不出发也不行啊 接下来一个月都可能有雨 这个天气日报也不是太准 明明说今天没有雨的 但是今天还是下了 明天的话有小雨 真的 明天如果没什么情况 如果明天那个雨很小的话 我明天只要跟到县城 我不应该这个香停的 这个香的话他住宿还是比较贵的 而且这个地方我来电了 终于来电了 刚才都没有电的 因为他那个电的话 出问题了 去 呃 抢修了 到博明县城 嗯 还有60多公里吧 跟今天弄成差不多 那边的住宿 我看看地图 最便宜的单价应该是60多块 也还行 最近妈比做的便宜 嗯 波明县城的海拔的话 比这里还要低500米 应该是也是下波多一点吧 真的我想到那里好好休息几天 嗯 状态一大都不好 这个一寿两真的整个人的精神都不好 比冬季不下雨的时候还要难受 我已经离开了那个非常完美的录影地 接下来的话可能很难找到那个地方了 还是去县城休息比较靠谱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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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是难搞的一天